你们知道塔图姆和杰伦布朗是如何成为朋友的吗 十年前合力围攻杜兰特 四个月内三次不弃而遇 布朗利见塔图姆入绿军 他们的联手仿佛是被命运安排一般的巧合 分别出生在佐治亚州的布朗和密苏里州的塔图姆 原本学生实在难有交集 但得益于高中星级体系 以及球叹媒体对每届2000家优秀球员的打分评级 让两人的跨州相遇成为了可能 时间闪回2004年夏天 杜兰特刚刚收获了常规赛MVP 六月末耐克以其名义举办训练营 像具有选秀前景的大学球员 以及优秀星级高中生发出了定向邀约 2015届高中全美第四的杰伦布朗 与2016届全美第三的塔图姆自然在列 也就是在那时两人实现了第一次联手 当见到杜兰特 塔图姆还天真地以为他会和善地走走过场 没想到在交党柴联席的时候 杜兰特竟毫不放水 对着他们疯狂隔口和盖帽 杰伦布朗说 自己高中能从一号位到四号位 但那时却完全顶不住杜兰特的背身碾压 不过最终两人的联手 还是在杜兰特头上成功取下了分数 多年后 两人在NBA舞台再次合力围攻杜兰特 也让塔图姆不禁感慨 事情竟然都闭环了 这太酷了 同样在2014年 8月末 安德阿曼举办了经营训练营 只有24名天赋高中生得到了邀约 塔图姆和杰伦布朗第二次不期而遇 两人不但被分到了同一队 还成为了室友 在场上建立了相当的默契 经过几天训练 两队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河滨 迎来了最终决战 在首节落后11分的情况下 塔图姆和布朗带队翻牌 最终127比116拿下比赛 布朗也以23分拿到了该赛事的MVP 缘分到此仍未结束 2014年10月 早已收到各大名校追逐的二人 在择校过程中 竟不约而同的在同一时间 来到了堪萨斯大学走访 并观战了校队的比赛 从那时我们就意识到 未来我们会互相激励 互相依赖彼此 塔图姆诸次回忆道 而日后杰伦布朗的一通电话 则让两人的预感成真了 2017年 原本手握状元签的凯尔特人 做了惊人的操作 他们失讯了状元大热福尔茨后 总裁丹尼安吉 却对他的健康前景并不看好 竟然将状元签交给了数字人 向下换回了个探花签 选秀大会几个小时前 作为凯尔特人新秀的绝论布朗 正远在欧洲度假 凌晨4点 却接到了丹尼安吉打来的电话 咨询他用探花签 该选择约识杰克逊还是塔图姆 为什么总监会问布朗这样的新秀呢 因为约识杰克逊当年全美排名第二 领先于同位置的塔图姆 而他也同样 一起与布朗参与过2014年杜兰特 以及安达阿玛的训练营 约识杰克逊原本与绿军有视讯计划 却被他的经纪人单方面临时取消 虽然丹尼安吉非常生气 但还是给对杰克逊有了解的布朗打去了电话 塔图姆会是尼奥的小伙 布朗斩定截铁的说道 不仅如此 布朗还竭力的给塔图姆分享了经验 比如新秀容易犯什么错误 如何在夏季联赛斩门脚跟等等 而事实证明 富尔茨确实陷入了长期的伤病 约识杰克逊也已淡出了联盟 如今双碳花 以武进冬决两次总决 每当因为球权 领袖 MVP等声誉 球迷将二人视为你争我斗的存在时 回首往事 却不知两人你是相识十年的老拍档了